来人 把乔月蝉给我拖下去 仗则武师 赶去田庄 爹爹 不要啊 小娘身子弱 不愿替小娘受这武师仗 就父亲饶了小娘 爹爹 小娘就算有错 但罪不知死 叫爹爹看啊 别去救他们 起来 莲儿乖 轩儿乖 莲儿照顾轩儿 轩儿好好读书 给我拖下去 放开 我自己走 娘 小娘 小娘 走开 让我过去 小娘 小娘 你没事吧 拿走吧 大娘子 大娘子 前两箱已经点完了 把那两箱衣服和鞋子 给她拿到屋里去 是 这两箱搬走吧 是 拿走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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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娘子 这个镯子 是我小娘进府时自己带来的 不能拿走 这镯子值多少钱你知道吗 就凭你小娘那个出身 他进府前能有这样的好东西啊 这 这兴许是爹爹送给我小娘的 那好啊 那我们就去找你父亲当面对质 看看是不是他买的 你小娘 这私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呢 他编卖了顾大娘子的陪价 大到屏风小到衣服首饰 连一双鞋子都不放过 共计八百罐 这只镯子是因为实在太贵重 他舍不得卖 这 这不 不 不可能 这些东西本该是属于姨宁的 被你小娘卖了个干干净净 现在东西找不回来了 钱也花了个七七八八 你要是想留住这箱东西 那你拿什么偿还给姨宁呢 还有 他这些年 掌管罗府 留下了那么多亏空 自己倒是置办了不少家业 他哪儿来那么多钱呀 这是我小娘平时省吃俭用 我呸 他的月钱是有定数的 存十辈子也存不了这么多钱 他有几只手 偷了多少钱 你心里没数吗 还请大娘子手下留情 我们碧莲阁这日子 总归还是要过下去的 宣哥 宣哥马上就要参加秋尾考试了 怎么不能 亏待了他吧 你碧莲阁该有的都有 桌椅 屏风 床榻衣箱 都各留了一套 府里案例发放的衣服鞋子 一个都没拿走 我是少了你吃穿 还是没给你们床睡 怎么就亏待他了 不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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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装晕是吧 我告诉你 你少来这趟 你要是真不服气 咱们就到大门外 把事情摊开了 说让大家评评理 要不然你就别啰嗦 别怪我这个大娘子不容忍 把剩下的东西统统搬走 给五姑娘腾的地儿 让她躺下 是 姑娘 您别太伤心了 二爷也许只是还在气头上 她平日里最疼您了 也许过两天就好了 你不懂 这次真的不一样了 爹爹竟然让我好好 听林大娘子的教诲 他以前都不是这样的 以后可怎么办啊 大姐姐为何一个人在此处绣花啊 五妹妹这是刚哭过 眼圈红红的 大姑娘有所不知 我家姑娘最近被欺负惨了 整日里一直在苦 婴儿 别说了 事已至此 我也怪不了任何人 只是 今后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劝妹妹放宽心鞋 少几个新眼子 也不至于落得 多行不易碧子碧的下场 大姐姐 此话是何意啊 难道是听到什么 咸言碎语了吗 小娘做的事情 我实在是不知道的呀 罗依莲 你真是把我当傻子吗 亏我一直真心待你 对你比对罗依秀还情 你却只是把我当作对付 罗依宁的工具 她姐姐明鉴 我绝对没有 让我去给成郎送尸 又骗我去捡罗袋 成天在我面前说 你们母女俩 是如何被罗依宁母女迫害 你还敢说这些 都不是你们母女处心几率 预谋好的 我不过是看你钟情于成郎 秦妹妹仗着祖母疼爱 与你争抢 实在看不下去了 才帮你出的主意 至于那条罗袋 你是故意的 你故意说不知道 看到了几叶兰花 我可不像你 一心只想着害人 我的确不记得 当日是几叶兰花 怎么 你不继续扮你的戳戳可怜了 这一次真的多亏大姐姐了 你别误会 我无意掺和你们二房的事 我只不过 是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说出来罢了 那姐姐悄悄让人给我塞纸条 提醒我罗袋的事情 又怎么解释啊 大姐姐的字 我还是认得的 行了 上次你替我遮掩花包之时 这次就当我还你人情 我们俩之间就算是扯平了 这是以后不需再提